原标题 和平年代的九栋司令员一直是如此 和平年代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一直也是如此 对于许室友和聂奉智的交情 聂奉智中将的夫人何明说 到了山东以后 从交东开始 许司令一直是聂奉智的直接领导 才对敌宙真中形成的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感情 可谓是血肉相连的生死之交 那么聂奉智与许司令是如何的血肉相连 和生死之交的呢 一般人绝对想不到的 1946年9月下旬 经北三旅游于书馆 守灵山没有守住 灵山被前来 摘取胜利果实的丸八军 暂边十二师占领了 灵山位于吉墨城北 是交东前线要点之一 既是通往交东腹地来扬的大门 又可从侧备威胁敌军的后方倾倒 劳山 灵山失守 直接威胁到交东八路军一线作战的侧后安全 这时 西县国民港第八军 也开始向东挺进 在山东战场 大凡举是有指挥的较大规模的战役 主攻任务一般情况 下独交给聂奉智和他的部队去担当 这次为了尽快地拿下灵山 集中全力对付交给路的敌军 居士友又决定调大将 反击灵山 谁知这时候 他的大将聂奉智患急性蓝委员 刚动了手术 还躺在野战医院里 哭哧哧哧地喊 疼啊疼啊 居士友一个电话 叫聂奉智去指挥 作战参谋在电话中报告说 女师长蓝委员还糟蹋 居士友问 开好了没有 昨日刚开过 不能活动 随着居士友说 告诉医生 用绷带给他扎紧 用担架给我抬上去 打完 再回来好好休息 聂奉智过真被医务人员 用绷带向大王腿那样 把肚子缠得紧紧的 用担架抬到了战场 他躺在担架上 指挥打仗 下达一个个命令 结果 调了三个团的兵力 以蒙古下山之势 向灵山扑去 前后只用了五个半小时的时间 就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全坚守敌 暂编第十二师第一团 扶该团团长刘安泰 这一仗打的机制 勇猛 干净 利索 战后 居士友对武师的战士们说 要是有变态 绳子 我看你们准把灵山都能抬走 聂凤志带伤指挥 仗打胜了 前后五个小时就夺回了灵山 战斗胜利结束 居士友说 你再去住院吧 聂凤志说 都好了 还住什么院 居士友打开绑带一看 刀口果真愈合了 说 看来战场和医院差不多 聂凤志拍拍屁股 说 上一回战场 比住三个月远还强 对于这一速决战 吴东风在开国将军议事 中更有传神记载 聂凤志将军换狼为言 住院开刀 术后次日 居士友将军来做 沉默良久 不发一言 将军之友难言之 是 追问之 许士友告之 灵山久攻不下 死了不少人 聂凤志将军俯伤而起 以一丈多长之仇部 扎紧刀口 越马跨枪 吉附前线 灵山大截后 徐告聂曰 你继续住院吧 将军解仇部示之 刀口已愈合 许士友曾有过坐一年熬 胜过读十年书的经历 而聂凤志友上一回战场 比住三个月远还强的经历 神不神 居士友和聂凤志的生死之交 血肉相连 不是俩一起蹲战坊 与敌人拼杀 也不是谁舍命去刀口救谁 而是专把人家往火坑里推 另一个呢 则也舍命去跳坑 舍生忘死 有意思不 若是一般的人哪里坐得到 这就是传奇的许孽的生死之交 你能懂吗 欢迎关注陈冠阵微信公众号 CGR0000001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